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趕快介紹我們今天要PK料理的 兩位來賓 首先介紹這位呢 是史上最愛逼鬼逼拐的 最愛逼鬼逼拐的女藝人 來歡迎徐小可 我不是小可 我今天要PK料理的兩位來賓 今天是小丑姐姐 來管妳喔 妳好煩喔 妳可不可以就是停止 不要屁股一屁拐啊 嘟屁股 妳可不可以 妳認真 妳可不可以靠 妳可不可以就是 專靠就是廚藝來贏得的比賽 那就贏不了啦 她剛剛在發動的時候說 這年頭沒有什麼 對啊 接下來介紹這一位呢 她現在可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而且她是淺姐姐喔 所以應該很聊小朋友的口味 歡迎陳英文 哈囉哈囉大家好 我沒有肚子 沒有肚子 不需要 不需要講我的 妳很賤喔 妳怎麼可以自己穿這樣來 然後沒有講一聲 而且重點是她剛剛在化妝間的時候 穿很素 她說要穿跟條紋有關的衣服 對啊 妳外條紋 那也是條紋耶 我跟你講 妳外都是條紋耶 好啦 但是妳畢鬼畢拐沒有用 因為接下來呢 妳的營養 妳們兩個人做的營養成分 到底能不能夠符合營養師 對於小孩的標準呢 我們來歡迎我的好朋友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兩位姐姐 我有臉子 妳在暈暈衝蝦 對不對 但我覺得小可 妳大可以豁出去了 因為妳知道嗎 即將要出第六本料理書的 Jacko 是妳跟妳老公的手下敗將 沒有錯 沒有錯 妳這樣為什麼會這樣 師傅 紅地台 歡迎飛回來的 真的 不過我贏Jacko哥了 什麼 妳自己紅地台附近來歡迎 而且重點是 Jacko有夠生氣的 因為他覺得他自認為 他當然也是 他真的非常會做料理 他之前都出一些 親子料理書 他竟然贏過 然後就量妳老公的那個超阿貴 妳就有的時候 就是太自作 我覺得事不夠生 我現在差不多第三次了對不對 第三次是遇到我 妳知道他進化妝間的時候 妳老公進化妝間 是這樣大搖大擺走進去 然後Jacko就是火大摔 什麼超阿貴 我怎麼 我的料理手藝怎麼會出超阿貴 所以妳們現在夫妻是 蔣偉文的客行 所以妳以後可以穿像英文這樣子 陣陣常常來上節目不就很好嗎 我跟妳說 如果妳今天再贏我的話 我覺得妳就可以出書了 對 姜可哥 姜可哥已經說他第六本不出 他要直接出第七本 所以第六本是我寫 是我寫的 是我寫的 對 是我寫的 但小可 我是知道他廚藝還OK啦 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 就是狗料理啊 就是貓料理啊 辣三角 辣三角 其實我覺得 對小朋友來講 妳要抓到他們喜歡的東西 就不要做太複雜 對 而且他們有時候 掉到地上都說 來…沒有三秒 可以吃還是 快 兩秒半 快 拜託 那是以前阿公阿嬤 在教的好不好 你們現在也是教小孩嗎 他們常常在直播裡面 然後他不在家 然後你就看到Benzy一個人 在照顧好多的小朋友的時候 然後就掉在地上說 快點 還沒有三秒 可以撿起來 撿起來吃 對 撿起來吃 但是料理的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 小朋友可以吃到 就他看得懂的東西 然後也不要做太複雜 像是蜂蜜 小朋友就不喜歡嘛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Jacko的背上 蓋擦擦擦 你可不可以把蜂蜜到嘴巴 我要氣到嘴巴 好啦 好啦 你不要太腰掰好嗎 沒有 我就是真的 挑小朋友喜歡的 我今天贏的場面真的不大 所以我才出奧博 現在是兩個小孩了嗎 會比較了解 小孩的口味嗎 會啊 你開始會知道說 以前可能 還沒有當媽媽的時候 看到小朋友 如果媽媽帶小孩來說 你可不可以跟他講 叫他吃藥 他都不吃藥 你跟他講他就會聽耶 我想好 要記得吃藥喔 那妳這種感覺 不是 所以妳管教室有小孩 這招有效嗎 我們呢 我自己是非常知道 小朋友喜歡吃什麼 不喜歡吃什麼 我會常煮 比如說假設 你直接把紅蘿蔔 攤在那裡給他看 他就不敢吃 我就是把他整個磨… 放在他們喜歡吃的東西裡 比如放在蛋裡面 或放在丟在咖哩裡面 很細小 然後他們在吃咖哩的時候 他們並不知道 他們吃下紅蘿蔔 不知道他們吃下花椰菜等等這種 但是今天是 一位是兩位媽媽 兩位小孩了嗎 一位是三位小孩了嗎 到底誰輸誰贏 其實很難說 但我覺得今天小可氣勢 是滿旺的 因為趁著他老公 就靠一些奧伯 對 其實他老公 還有他本人都贏過 Jacko的這種姿勢的話 我希望可以連二拉二 可以重視一下 另外一個來賓嗎 對不起… 好 但是呢 今天兩位要PK的特選食材是什麼 是蜗具 提到蜗具 很多人都想說 我們平常大魚大肉 有些女生想說 有要減肥 那不如我就來吃一個清淡一點 我去滷味攤點蜗具總行了吧 但你要小心喔 如果你在滷味攤 不管你是點大陸妹還是蜗具還是青菜 其實最嚴重 還有這個 應該說魔鬼就在細節裡 就是那個滷汁 其實是健康的殺手 三三老師在外 以為來一份青菜 就能比較健康 不過你知道嗎 市面上常見的燙青菜 零肉造吃法 恐怕只會越吃 越傷身 吃燙青菜如果燙太久 會造成青菜中的珍貴 會被假離子流失 但淋上高納的肉造 會抑制假離子吸收 等於整份吃下來 沒假 那含量還超標 那含量過高 亦造成心血管疾病 少攝取假離子 還會造成血壓增高 甚至心率不整 肌肉無力 燙青菜時間一久 也會喪失假離子 根筋類蔬菜比較耐煮 紅白蘿蔔 大番茄 可以煮到透 不過如果是綠色蔬菜 尤其地瓜葉 菠菜 一分鐘內就得起鍋 燙青菜也不要燙太久 就是大概維持 就是你只要 尤其是綠色的蔬菜 你大概是熟了之後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 想鎖住青菜營養價值 燙青菜水量保持在菜量多五倍 避免破壞維生素 煮生的滾水拿來煮湯 也能有效攝取假離子 想健康吃青菜 別吃重鹹 加少許鹽調味 吃得清淡才能吃得健康 好 原來如果我們吃青菜 你去滷味攤 那個像什麼調味料 還是肉燥醬加下去就會沒假 不是那個沒假 這是假 那個成分 假離子就會不見 所以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萵具跟留住假有關嗎 其實萵具裡面假含量滿高的 所以今天如果料理上要保留 它的假離子的話 第一個就是烹調的方式 時間不要太久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 如果到外面去用蔬菜的話 事實上外面的那個滷味 大家會覺得很健康 那主要是滷汁的問題 它滷汁耐含量過高 其實也影響到小朋友的身高 對 所以其實我們吃蔬菜的話 簡單燙一下就好 大概如果是20秒可以燙熟的蔬菜 就是稍微燙一下就可以了 有沒有 再加一些酸菜 特調的 老滷 就要滷很久 對 老滷 對 那種我們要怎麼 怎麼跟老闆講呢 所以妳今天就要吃這些蔬菜 就是配一根香蕉 這個蔬菜 蔬菜太詭異了吧 那蔬菜除了這樣之外 因為我們平常吃蔬菜 是不是覺得它水分很多 對 水分很多 因為它其實100克裡面 大概只有15克的熱量 代表它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水分 對 再來就是說 她剛剛提到它是屬於高甲的食材 所以家裡如果老公血壓高 容易發脾氣的 其實可以多給她多吃一點蔬菜 老公無論是不是血壓高 都很容易發脾氣 就給它多吃蔬菜就沒問題 對 然後另外 蔬菜其實品種很多 但是大部分的蔬菜 其實它的β胡蘿蔔素很高 是 所以如果妳的小朋友 不敢吃很蘿蔔的 倒是可以換成蔬菜 對 然後這時候 你就要用油下去炒 問題是它看起來 就是沒有紅紅黃黃的顏色 竟然有β胡蘿蔔素 然後如果 因為蔬菜品種很多 如果你選擇比較深一點的話 它相對的β胡蘿蔔素的量 會越高 選擇深一點的話 也是比較貴一點的 對 以妳跟我們分析一下 因為妳手邊有一張表格 我原來知道說 原來蘿蔔家族有這麼多 蘿蔔啊 它真的很多 你看我們一般吃的 這個 我認得 這個你認得是不是 這個大陸妹 沒錯 聰明 什麼大陸妹不是一條一條小小 沒有... 那一次新疆菜小小的 不是 那個是火鍋店 已經幫妳扒開了 對 然後一般 我們如果是翻蝦鬆的有沒有 我們是用這種街球蝸具 對 然後另外開始介紹比較昂貴的 沒有...這個也蠻常見的 這個也蠻常見的 一般現在生菜沙拉裡面 有融蠻蝸 對 然後現在開始比較貴的 包括的是波士頓的蝸具 這個簡稱所謂奶油蝸具 奶油就是它比較... 它油分比較高嗎 不是...它吃起來比較滑口有沒有 它的葉子比較光亮 那個超好吃的 然後它的價錢也比較貴一點 對 然後下面這幾個也是 一個高檔的生菜沙拉吧 才會看到這些 是不是說如果有紫色或是 就是會有花...是什麼 花青素還是什麼 花青素 胡蘿蔔素其實也蠻豐富的 了解 對 所以這三種其實 這三種都是屬於比較... 比較少見的 比較少見的 對 那你看蝸具的品種這麼多 對啊 那其實蝸具有個好處 對小朋友來講 如果這樣有些小朋友不能喝牛奶的 那其實有時候慢慢會擔心說 小朋友會長不高 那事實上呢 蝸具裡面有一個營養素叫做維生素K 這個K跟所謂的骨骼生長有關 所以媽媽其實要注意骨骼生長 不只是一直給它補鈣 其實它要補甲 然後它要補維生素K 然後它要多照太陽 所以是補充維生素D 這樣才能夠幫助小朋友成長發育 那每一個蝸具 大部分的營養成分應該都差不多 差不多類似 但是這幾個大概 那個非常蘿蔔素會比較多一點 了解 上到一課 既然今天蝸具的好處多多 我小朋友或是你老公常發火 也要常吃蝸具 降血壓也可以吃蝸具 水分含量又高 兩位帶來什麼蝸具料理PK呢 我帶來的是 兩位帶來什麼蝸具料理PK呢 我帶來的是 鮪魚蝸具拌飯蛋捲 天啊 太厲害了吧 Oh my God 你幹嘛這樣稱讚自己 對 這感覺有點像 我們在外面吃的那種什麼 牛肉捲餅 對 然後裡面把它就是蝸具捲進去 老朋友會不會覺得太大捲 它咬不動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把它切很小捲 傻乎乎 而且這樣知道徐小可一在旁邊鬧 一定會弄很小捲 你傻乎乎的 它心機超深的 對 來 第一次來的英文 帶來什麼樣的料理PK呢 咖哩蝸具蟹肉烘蛋 這看起來厲害耶 很髒耶 髒七七 哪有髒啊 你看看起來黑不溜溜 這看起來感覺是 比較厲害的料理 對 那我提供給製作單位 是長這樣的照片 但是我實際上現場的時候 我也會帶一點小心機 我在裡面還有加了一個 秘密武器是紅蘿蔔 可是大部分小朋友 都不愛吃紅蘿蔔 可是我可以做出讓他們 即使他們有看到紅蘿蔔 但他們吃的時候 不會覺得有紅蘿蔔的味道 你今天就是要抱著 要斷徐小可的連勝紀錄 斷我就是斷腳口哥喔 他沒有被斷喔 斷我了 他已經斷光光了 斷光光自己 來了 我們這個節目超受挫的 因為他自認為是料理達人 然後來這邊全部都是 拜拜拜 連三拜 好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四位 小小美食家 首先歡迎的是Erica 歡迎Safe 歡迎Jason 還有Ron 美女 今天是楊聖英帥 一位小公主對不對 對 再上三位小王子 你們三位要照顧肉妹妹 好幸福 好不好 OK喔 好 趕快來經營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 PK在 好 首先就是愛逼鬼逼拐的 連餓拉餓的小可 要先來幫我們做這道料理 鮪魚窩具拌飯蛋捲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全麥蛋餅皮一張 窩具四片 鮪魚罐頭一罐 蛋三顆 起司片一片 白飯一碗 鹽巴少許 番茄醬少許 紅甜椒四分之一顆 還有黃甜椒四分之一顆 對 紅黃甜椒 你竟然把紅黃甜椒加進去喔 因為我要 你最好大大 我要配色 而且因為對手用了紅蘿蔔更大大 所以我完全不用怕紅黃甜椒 我覺得紅蘿蔔會比較OK 我覺得紅黃甜椒風險比較大 沒有啦 我要接著小丁一點 對 小丁一點 然後加在小朋友最喜歡吃的蛋裡面 好 那今天要請小幫手幫忙 對 菲菲跟Jason 要幫那個這位奇怪的姊姊 拿回來拍她鼻子下 你幹嘛叫小朋友拍你鼻子 鼻子 鼻子 她的鼻子 要幫我拿蛋 蛋知道嗎 蛋是怎麼行 圓形 非常好 你拿蛋 那你拿蛋餅皮 蛋餅皮是什麼行 圓形 非常好 好 再幫我拿萵具 萵具 萵具就是像這樣的青菜 它原本也是什麼行 圓形 非常好 你們一起去拿 都是圓形的東西好不好 好 拜拜 我覺得你比小朋友hyper很多 妳看有橘子 有丁 蘋果 怎麼辦 我覺得她必須要吃一些可以鎮定的 加油… 妳是不是平常愛吃點食 我愛吃點食 妳很躁 妳是不是都不吃飯吃點食 我都不吃飯吃點食 放在那個籃子裡 小青 小青 蛋獲人王 不是 我怕拿的才會不涼 然後還有什麼 蛋餅皮 蛋餅皮跟萵具 蛋餅皮 是一個薄薄的葉 那個薯酪 然後還有萵具 萵具就是這樣的菜的顏色 菜的顏色 哪一個 對 對 好棒喔 把它都拿光光 不要給阿姨 就是妳要幫菲菲的嗎 菲菲雖然看起來有點壯 她真的很壯 她超壯好不好 耶…打鼻子… 來… 打鼻子… 打鼻子是什麼鬼啦 打鼻子… YES… 好 來 好了 來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如果拿這個 也可以去打你的鼻子嗎 當然不行 可以打到嘴巴 有嗎 油窩具 然後蛋餅皮 然後跟三顆蛋 OK 我們現在要處理蛋的部分 先處理蛋 對 但在這首先呢 我就要處理小朋友 最討厭吃的就是紅黃甜椒 我會切得非常非常的小 對 那小朋友在吃的時候 是咕嚕咕嚕就滑進口中了 對 滑進去 滑進去 妳丟進來啦 妳切大塊一點丟進來 我幫妳弄了 妳可以做下一個步驟 好… 好 來 把它磨成泥塊 不行 不用… 不用泥 不用泥 小丁就可以了 小丁… 這樣夠嗎 對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 然後呢 我只需要一顆蛋 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後拿一個碗 好 你弄蛋 好 好 現在把蛋打進去 一顆蛋 妳蛋餅皮 不是已經用麵皮了嗎 蛋餅皮是麵皮 但是因為蛋餅皮 之所以叫蛋餅皮 就一定要有蛋 不然它就叫餅皮 妳說得很對 妳說得很對 妳當我是笨蛋嗎 好像有一點對不對 原來我不是光有外表而已 好快點 好啦 我要打蛋了 其實一顆到 一顆半就夠了 不用太多 因為到時候其實主角是裡面的飯捲 然後蛋其實只是要配味道而已 香氣 對 好 加入 你們會討厭吃甜椒嗎 不會 菲菲呢 甜椒塊 好 沒關係 然後打完之後 我們就先放在旁邊 因為待會兒要煎蛋 蛋跟蛋餅皮同時 然後在這個時候 我會處理萵具 然後來做 萵具的部分呢 就是一樣 萵具已經 已經洗好泡好了 對 已經洗好泡好了 不要以為說 萵具看起來就是白白淨淨的 我想問一下怡玲 萵是不是其實要沖洗久一點 要沖洗久一點 因為它其實有時候會有農藥殘留 在那個根部的地方 所以稍微泡一下之後 用流水 細水沖洗 要沖洗久一點 對 可是我一直 泡著的時候沖洗還是脖乾 對啊 我每次都會在想說 是不是要先把那個頭拔掉再洗 先泡泡一下 泡簡單泡個三三五分鐘 然後再來就是洗的時候要剝掉 對 要剝掉洗 因為它裡面就在裡面 對啊 所以你一定要剝掉洗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先用大手先沖沖之後 然後再剝掉洗就對了 一片一片洗 好 就在小可切萵具的同時 我們當然要考考大家小 小嘗試的題目囉 請問一下 我問一下英文 日豪 然後也問一問那個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萵具比較不適合 哪一種水果一起存放呢 A 芭樂 A 芭樂 B 香蕉 C 櫻桃 哪一個 給他們先選 那個Eric你選哪一個 香蕉 香蕉喔 好 那那個肉呢 你猜誰 香蕉 大家都說香蕉 對 我也覺得是香蕉 為什麼 要做大家一起存放 因為這三個裡面 香蕉是可以從濾變成黃 而且它甚至還會更熟 所以我覺得它會不會有 吹熟的效果 會不會有吹熟的效果呢 恭喜你答對了 答案就是香蕉 因為香蕉其實放一放很容易 它自己就很容易變黑了 它自己很容易變熟 然後另外像香蕉蘋果 這兩種水果很適合去吹熟別人 因為它在放的過程 裡面它屬於厚熟的水果 就算它摘下來之後呢 它摘下來之後 它放在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室溫下的話 它會釋放出一種叫乙烯的成分 對 這個乙烯其實它是一種 無味無色的氣體 它會去吹熟旁邊 所有的水果跟蔬菜 所以如果蝸具的話相對 因為蝸具其實 原本就可以吃了嘛 不需要再放熟嘛 所以如果你跟它放在一起的話 比較容易爛掉 所以香蕉是不太適合 它跟別的水果跟別的蔬菜放一起 如果你放的水果 是屬於已經熟的水果 那就不適合 但是比如說今天你買了奇異果 那它奇異果太硬了有沒有 還沒熟 那你就可以跟香蕉 還有跟蘋果一起放 那它這個奇異果就很容易熟了 那另外呢 因為香蕉本身 它也是屬於比較容易自己熟的對不對 所以你在吃它的時候 是香蕉一串嘛 你吃它的時候呢 你在通常一般 你就這樣扒一條都走了 那它是不是會流那個頭 蒂頭跟那個 對 其實這樣子你很容易影響到隔壁 那幾條很快就熟了 所以香蕉要買回來 你會不會覺得兩三天 怎麼一下都爛掉 對啊 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我拔一根奇異果根 就迫不及待的黑掉 對 因為它你這樣 你拔的方式不對了 那不然要怎麼拔 要用剪的 有剪嗎 因為它不是會有一個蒂頭嗎 對 然後一條一條的香蕉 你拔的話會流一截 一截的話 那個乙烯就會比較容易釋放出來 你找到別的 那你剪的 你從頭半尾把它剪成一條 意思就是說你油根部把它整個剪掉 對 或是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要放比較久 你就先一條一條剪起來 然後如果真的要放比較久 你可以放 其實可以放很長 像便利商店也是 他們不是賣很多條 一條一條的香蕉 可是他們的 不是不會 他們會比較慢熟 比較不會一下 就比如說放兩三天 它就整個都熟了 這個我們真的可以學起來 你有在聽我們講話嗎 這位太太 其實你們剛才說這些 我都知道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一直在想我的步驟而已 我真的沒有在仔細聽 而且我想說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真的學起來 香蕉那一部分 香蕉的話你就是可以整個把它剪掉 難怪便利商店都是整根剪掉 就比較不容易 就看不到那個肉對不對 對 其實它可以多放個一兩天 比較不容易爛掉 好 在這邊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窩具先切絲了 然後 我會把它現在泡在就是 熟水裡面 對 不是自來水 什麼叫熟水 開水裡面 熟水 哪裡來 因為剛才講生水 然後現在又是加一點點的那個 白飯進去之後 我們開始要拌飯 你是用水煮的對不對 水煮的 對 水煮的 但如果你用油的話 也沒有關係 因為用油的話 我會把油留著 然後到時候來煎那個蛋 那滿香的耶 就是不要用油脂了 然後現在就請小朋友 可以幫忙拌飯 把它拌一拌 對 把它拌好 一人一跟湯匙拌 加油 不能偷吃 等他們拌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會撒一點點 我們剛才做的蝸具進去 剛剛這邊在處理也是用蛋 然後把剛剛弄的紅黃甜椒 把它丟進去 然後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油漬的鮪魚罐頭呢 我們就是用那個油 然後來煎這個蛋 那一樣很簡單 你就是先煎一面 不要等到它熟 就像我們一般去買早餐店的時候 就是一放進去 大概等個一兩秒鐘 你就可以放蛋餅皮了 然後就稍微加壓一下 然後就可以反過來 對 你們兩個真的不用心 好 然後呢 就是用完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子 來看看 這一次就像我們在外面 吃的早餐店一樣 但一弄下去之後呢 其實過一兩秒 趕快把蛋餅皮鋪上去 對 趕快把蛋餅皮鋪上去 然後就順著現在 現在這樣的狀態呢 我們就跟一般 我們吃早餐店裡面 你可以在裡面想加什麼 就加什麼 因為我是想說 讓小朋友什麼東西 都可以吃得到 有魚 然後青菜 然後還有蛋 都吃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稍微的 在中間鋪著 好 鋪的時候就是大概 一條這樣子 有點像我們的壽司 花壽司的對不對 對 也是飯糰 對 飯糰捲起來 就是像這樣子 這樣好弄嗎 這樣可以用 然後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那如果媽媽手 比較不怕燙的話 就可以這樣稍微壓住 媽媽手通常都不怕燙 媽媽手真的不怕燙 然後就稍微壓 壓的時候因為開著火 所以就可以邊壓 邊讓它稍微塑形 對 然後塑形完之後呢 就讓它靠邊邊 讓它再擺油脂 因為裡面一定會有些 鮪魚的油 跟鮪魚的水 就把它稍微壓到邊邊 再瀝乾一點點 是 就在這個時候 等一下 小可 我想要問的是說 一個木斧 一個木斧 是不是要偷拿 已經弄好了對不對 妳想說趕快給它看 不是 我想要問的是說 通常我們有沒有辦法 如果說比較怕燙的人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 是那個煎好之後 先拿出來 然後再捲 還是妳建議說要在鍋子裡弄 因為它要成型 如果你沒有熱的話 餅皮是不會成捲狀的 所以 對 所以如果妳就很怕燙 就用兩隻 像假筷子一樣 就是一個壓著一個推 一個壓著一個推 了解 對 就跟在弄那個馬路 在鋪那個水泥地一樣 就是推推推 就把它推到一邊 其實很簡單 我平常沒有鋪馬路 鋪迷地的一些習慣 也沒有 然後後來就是把它 稍微定型之後 就把它放在盤子上面 放在盤子上之後 就可以切小塊 然後把邊邊去掉 好了 妳可以一個Move了 好 切完之後呢 撒一點點的番茄醬 它就會撒一點點這樣 很漂亮 對 因為它剛剛其實在早餐的時候 它就給它魚了 魚的話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說這種鮪魚 它是屬於Omega 3很高的 但是要注意如果夏裡有小朋友的 因為鮪魚 其實它也是屬於 比較偏大型的深海魚 所以一個禮拜大概是 如果說早餐都自己做的話 大概是2到3天 我們可以用這個鮪魚 那其他時間其實 你就可以單純放蛋 或是肌肉 或是里肌肉 其實都可以用替換的 所以醫師就說鮪魚 一個禮拜大概吃個2次差不多 2 3次 小朋友大概2 3次就差不多了 我們大人咧 大人大概也是3 4次左右 不要每天都吃 因為它還是屬於 大型的深海魚 是 好 好 裡面也有蛋的成分 它有蛋的成分 然後也有飯的部分 其實這一道菜 我覺得倒是 甜菜味很好 甜菜味 甜菜味 甜一天晚上如果有剩飯 其實早上就可以做這一道 對耶 我覺得小可非常有機會 連三拉三 但是那個曾經前姐姐 現在是兩位小朋友的媽媽 英文要端錯這道料理 烘蛋 而且裡面要加萵具 我來看看他今天要做什麼料理 耶 接下來這個是強棒 當中的強棒 今天英文要幫我們做的是 咖哩萵具蟹肉烘蛋 聽起來是一個很厲害的料理 對 而且這個絕對是 小朋友超級喜歡吃的 第一個咖哩 裡面其實唯一可能 他們硬要挑出來的 可能只有紅蘿蔔 可是問題是你會把它藏在裡面 對 我們先來看看食材有哪些好不好 咖哩萵具蟹肉烘炭用的食材 有萵具兩片 紅蘿蔔一根 蛋三顆 蟹肉棒十條 馬鈴薯一顆 咖哩塊一個 鹽巴少許 現在要請小幫手幫我拿一些東西 那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了 你們有點沒有精神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了好 我們請男生的小幫手 Eric呢 幫我拿馬鈴薯跟萵具 好 你先去 那我跟你說 你只要幫我拿紅蘿蔔就可以了 那你跳著去拿 沒有啦 開玩笑的 你去拿 肉去拿紅蘿蔔 放點肉 好 你去拿紅蘿蔔 紅蘿蔔就可以了 紅蘿蔔應該很簡單 那你跳著去拿 沒有啦 開玩笑的 你去拿肉 肉去拿紅蘿蔔 放點肉 好 你去拿紅蘿蔔 斷腰斷斷 把鈴薯在哪裡 是這樣子的 太棒了 好 拿回來… 好 那我們趕快把她推回來 她遇到老公就不是這樣 謝謝你們 好 萵具 他們拿對了 好 還有馬鈴薯 OK 然後謝謝你也拿對了 紅蘿蔔 OK 好 太好了 這裡有個這個磨的盤子 你們摸摸看上面是什麼感覺的 刺刺 刺刺 刺刺的對不對 刺刺的 小朋友不懂這個 為什麼跟小客在一起 入同一集都會這樣 對啊 來賓又變成這樣 我們去看藝人們的潛力 不是 她真的覺得來賓好像是 靈魂… 藝人負責磨一根 好不好 那誰要先剪刀石頭布 輸的人先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好 輸的人先好了 那我們弄先 你一邊一隻手要扶著這個 好 小心喔 好 我跟你說 它刺刺的 所以你的手如果靠近它的話 手也會被磨進去 太危險了 不要刺了 算太危險了 對 你就是這樣子有沒有 輕輕地磨… 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變成細細小小的有沒有 你就這樣磨一磨 好 就交給你了 你這樣子 你讓Eric摸摸看好了 你讓Eric摸摸看好了 試試看就好了 試試看就好了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們熱了一鍋水 我們要燙 稍微燙一下我們這個蟹肉棒 蟹肉棒 好好吃喔 這個蟹肉棒 好像吃火鍋喔 我就是喜歡它一條一條的 因為它一條一條的呢 等一下我再把萵具 切成絲的時候呢 大人可以把它沾著咖哩當涼麵的感覺 拌一拌當涼麵 聽起來很好吃耶 對 我都會要流口水來 然後小朋友呢 他們就是可以包著蛋這樣子吃 了解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把蛋 做成不同的形狀 讓它稍微燙一下 因為它本身就是熟的 或等一下水滾了呢 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那如果我們在家裡的時候呢 只要稍微沖個冷水 沖個冷水 那它就可以開始 一絲一絲的請小朋友 幫忙把它拿下來 然後等一下鋪在我們蛋上 那我們 好 謝謝兩位小幫手 好 小幫手 謝謝你們 好 磨成泥之後呢 那這個磨好之後磨成泥呢 我們要加比較大量一點的油 然後我們在平底鍋裡面呢 我們要先煮我們的蘿蔔泥 因為這樣子你越煮的時候 它會有小氣泡 慢慢的呢 本來原本的油 它就會變成黃黃的 它的β胡蘿蔔酥就會被煮出來 對 本來它的紅蘿蔔會有一個味道 是脆的那種感覺 是土土的味道 就是小朋友最不喜歡的那個味道 經過煮之後 它就變得非常甜 而且它會吃不出來 煮好之後呢 你把它放到 我們敲的蛋裡面 和一和 對 跟蛋液和在一起之後呢 就變紅蘿蔔蛋 對 就變紅蘿蔔蛋的感覺 不錯喔 因為其實儀禮在我們節目上 也常常講說 紅蘿蔔要嘛就跟肉一起炒 跟肉一起炒 要嘛就跟油一起 對 那它變成紅蘿蔔蛋之後呢 你就把它烘起來 就是用那個鍋子 像烘蛋一樣煎蛋一樣 兩面煎金黃色就可以了 對 問題是你的蛋的量 應該是要用比較多一點點 才有辦法做出烘蛋的感覺吧 基本上其實我們的烘 我的 我講的烘蛋 其實就是把兩面煎的 稍微有點厚度 喔 不是真的是說那種很厚很厚的那種 對… 不是像那種西班牙烘蛋 那麼的厚 是…了解 對… 因為這個要沖一下冷水 在家裡的時候就是像這樣 一絲一絲的 把它撕下來 把它撕下來 就像麵一樣 嗯 在這之前呢 我先來做這個 好 我們現在呢 差不多 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對 一些些的水而已 對 一些些的水 大概是平常的那個碗的 一碗的水 對 然後呢 因為咖哩一定要水水 我們就丟一塊咖哩快進去喔 然後就開始煮 我們就開始煮 你也可以把咖哩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喔 然後就把它丟進去 它就會一下就融化 只要溫度一夠的話 它就會慢慢融化了 對 那融化之後呢 我們把剛剛呢 我們抹好的這個馬鈴薯泥呢 我們先加一小碗進去 大概半碗的量 是 所以我們是把馬鈴薯蒸熟之後 把它抹成泥 對 蒸熟之後抹成 為什麼壓著壓成小小的碎碎的顆粒 也沒有關係 它不一定要跟它完全像醬 像糊這樣子 它也可以有 像這樣一點點顆粒 在吃到的時候 也會有驚喜 對 會有麵疙瘩的FU 對 所以呢 小朋友在吃的時候 會覺得那一塊特別好吃 好那現在我們這樣子的醬 就算已經要完成囉 真的 對 我們不需要把它煮到很糊 很糊跟不糊都可以 這個其實我們在節目上 都有講過很多次 對 對 把馬鈴薯蒸熟之後 蒸熟之後 其實只要用叉子 對 這樣壓 就是把它壓成泥 對 壓成泥 壓成泥 壓成泥之後就會像 或是用攪拌棒 對 攪拌棒去把它攪一攪 它就會變成泥 或是一顆一顆小小的 對 那我們剛剛呢 我們的烘蛋呢 已經有一個半成品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裡面其實 如果啊 我們小朋友的媽媽呢 她會看到一點點黃黃的 還是有點害怕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蟹肉絲呢 切成一個丁一個丁的 藏在這裡面 一樣去攪拌 它會把焦點放 它會把焦點放在那個蟹肉絲 對啦 但我覺得蟹肉 我覺得小朋友看到蟹肉 就會忘記有紅蘿蔔的存在 對 它就忘記有紅蘿蔔 對 好 那現在呢 其實它有很多種的做法 在我們家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萵具 切成一絲一絲的 對 跟我們剛剛的蟹肉絲 一樣的形狀 對 一絲一絲的之後 它就會變成有點像 麵條的感覺 對 就這樣把它鋪平 直接鋪在蛋上 對 直接鋪在蛋上 是 然後呢 剛剛我們弄好的一絲一絲 對不對 想吃...這個想吃 對 我們就把它 散散的 怎麼辦 我覺得你會輸 找我贏的家口 就是我們把它放成這樣子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吃麵面囉 這兩個都很厲害 對 我們就可以吃麵 你看喔 它就這樣一條一條的 那大人呢 你也可以再切萵具絲 然後直接吃這個不加蛋的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一個大絕招 我們剛剛已經有做好的馬鈴薯泥 跟我們的 咖哩塊 咖哩塊 那你看它會凝固起來 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 你看它只要再攪一攪 它就變成 我們可以直接 你看它做起來就是這樣這樣 把它撒一點點在中間 先撒一半就好了 它看起來很犯規耶 好 好了之後呢 犯規 嗶嗶嗶 嗶嗶嗶 如果小朋友喜歡吃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它變成蛋包 有沒有 這太大了 這有進去的 這蛋包 然後呢 嘴巴只會小一個 拜託嗎 你要不要把它捲起來啊 蛋包之後呢 直接在上面淋上 就是有一種像歐姆蛋的那種感覺 對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有點日式蛋包 對 嗶嗶嗶 看紅牌 紅牌手掌 嗶嗶嗶嗶嗶嗶 夾不住啊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看起來很想吃 你看看 你的舌頭都伸出來了 這個我很想吃耶 有沒有 這個Over 這個Over 對 這個非常好吃 而且你的醬可以淋非常非常的多 這就圖文不符啊 不要說 你把你剛才的照片拿出來 是長這樣嗎 剛剛照片比較好看耶 有 因為我看到又有別人要做烘蛋 馬上換有沒有 馬上換一個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把小朋友 最喜歡的 你很欠揍 你後面還繼續長 你就把它跌 你就跌到101這麼高啊 我們把小朋友最喜歡的 放在上面 這樣就完成了 Yeah 這個連我都抵擋不住耶 不過我覺得小可 她今天是抱持著 她今天要來拿連勝的喔 到底今天第一次來的英文會勝利 還是小可會勝利 等一下就看小朋友怎麼說呢 好 今天小可帶來的這個料理是 鮪魚蝸具拌飯蛋捲 但是PK真的很厲害 嚴重圖文不符的 英文的是咖哩蝸具蟹肉烘蛋 往前回倒一下 差不多一分鐘前 它還沒有蓋起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圖文非常合的 好 到底誰會獲勝呢 我也很想知道 因為聽說兩道都非常好吃 都很適合在家裡做 好 我們來請小朋友試吃 為了公平起見 先來吃小可的 因為咖哩味道太強勁了 對 真的 先吃這個有番茄醬的好不好 先吃番茄醬的 但我覺得不一定 因為小朋友喜歡番茄醬 因為很番茄醬 可是我很怕小朋友 先不喜歡吃鮪魚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好吃嗎 真的 好吃 謝謝 每個都這麼好吃 肉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而且又不曉得多開心啊 對啊 也許大家吃完咖哩 怎麼會裂到後面去笑著 它發光耶 真的 好吃嗎 真的好吃喔 你們都餓很久了對不對 連肉妹妹都已經一口把它吃掉了 好棒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 好厲害 都很好吃對不對 好 現在換 來囉 魔王來囉 不一定 如果吃飽的話就真的沒關係 吃一點點點就好了 好 接下來要試吃的是 英文的這一道 咖哩 萵具 紅蛋 來吃吃看 裡面加了很多營養的萵具 好多菜喔 厲害 小朋友在吃的同時 怡婷剛剛有幫我講這一道嗎 它的營養成分 有啦 其實這一道營養成分的話 剛剛其實它把蔬菜藏進去 我覺得紅蘿蔔你用這一招非常厲害 因為連看都看不到 因為面成泥了嘛 幾乎都已經變成麵皮了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它這一道咖哩 因為它是用咖哩塊 但是其實也可以用咖哩粉對不對 對 有一些薑黃粉下去 如果要做甜的話 像有些人他會放一點蘋果 讓它味道比較甜一點點 對 我覺得這一道小朋友會喜歡 因為它其實如果是熱熱吃的話 味道非常的濃郁 請測它們的全部 完食 完食 但是等一下肉妹妹 因為她是香腸的 慢慢吃 慢慢吃就好了 慢慢吃 女生本來就會吃得比比較慢 不喜歡吃也不用硬 女生不要跟男生比好不好 宜佩傑的整理 慢慢吃喔 吞下去再講話好不好吃 很棒 三位男生覺得好吃嗎 好吃 三位男生覺得好吃嗎 好吃 讚 讚 我問一下 是好吃還是超好吃 超好吃 裡面有包泛泛的那個是好吃 還是超好吃 超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我喜歡孩子誠實 我會記住你Eric 你幹嘛這樣子跟小孩講 會記住他的 那麼可愛啊 但是我們講的都不準啦 那讓姨裡先來稍微預扯 對啦 來姨裡 我覺得因為 我覺得布林姐姐她有一招是 她把醬汁加到外面來了 所以其實小朋友她會吃得蠻滑口 蠻順口的 所以有可能是她會贏 但是因為今天小朋友 我覺得她兩道都把她吃光光 不一定 這兩個其實我覺得 都可以當主餐來吃早餐 或者是說像早餐的時候 我覺得當時媽媽可以學這兩道菜 妳今天營養都很豐富 那我家問一個 如果硬要說是營養成分 比較高的話誰會 為什麼要這樣 幹嘛欺負古吃人 問得好好的如果妳就認定他嗎 我還沒投票 搞不好妳幹嘛 她搞不好會說妳啊 妳幹嘛這樣 她那個沒有澱粉耶 她那個沒有澱粉 馬鈴薯啊 我還要這樣 我們在小可 這說實在人 好 阿寶 怡玲 你不要管她 她糖吃太多 妳可不可以鎮定一下妳的情緒 來… 我說實在 如果營養成分來講的話 小可這道會比較高一點點 妳看吧 真的 就投妳吧 為什麼會在哪裡 為什麼會在哪邊 為什麼會在哪邊 高在哪邊 高在她沒有用加工品 就是說因為她其實 她用的是新鮮的鮪魚嗎 是 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蛋的部分 可是她剛剛拿是拿罐頭 不是 等鮪魚 妳不可能自己去 Otolo 妳去切 對… 妳有那個美國時間嗎 對 妳去找螃蟹來養弄吃 但是布林姐姐其實 她用的這個比較適合 蟹肉 我覺得比較適合媽媽 因為其實她熱量比較低 但是我倒是覺得 因為加工品是那個蟹肉棒 蟹肉棒它是在所有火鍋料裡面 算熱量低的 所以其實還不錯 對 所以其實不用太乾淨它的熱量 但是相對 有一些蟹肉棒相對 吶含量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如果真的硬要比的話 這兩道都滿營養的 但是真的要選小朋友 我建議可以選那一道 這一道其實是 媽媽也可以一起吃這樣 了解 硬要比的話 妳真的高一點點 妳剛剛幹嘛 要那個 用十字固定法 我都沒有 好乾淨喔 好 但是殘酷的時間要來了 徐小可自以為 她贏了加工哥之後 走路就可以橫著走 但殘盤子耶 殘盤子耶 殘盤子她今天有可能會 太誇張了你們 對 妳看她們在殘盤子 殘盤子她今天有可能會拜在 布丁姐姐的手上喔 不知道 來 我們來投票時間了 小女生先來好了 好不好 好 到了我們的投票時間 就讓我們的小公主 肉先來投好了 好 那個肉 妳知道怎麼投票嗎 剛剛右邊那個是有咖哩的 左邊是有番茄醬 有泛泛的那個 那妳就把這個投到 妳喜歡的那個料理 可以嗎 可以齁 妳決定好了嗎 決定好了 好 請投票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這個是咖哩的 這是咖哩的 這是有咖哩的 還有這是泛泛 有番茄醬的 好 來 那妳回去坐好 謝謝妳 謝謝妳 好 那換ERICO 妳什麼 好 等一下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 這道都是咖哩的 都是番茄醬的 妳好棒喔 不可以做假動作喔 不可以做假動作喔 可以做假動作 如果可以讓人開心的話 也可以 好 ERICO投票喔 去投票 小可 小可 她跟我追對耶 好 為什麼 為什麼妳投她 真的很好吃 真的喔 那那個也很好吃嗎 也好吃 但是妳比較喜歡這個 OK 好 好 換 Jason 等一下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右邊的是嗎 咖哩飯 對 然後左邊的 沒有飯 他沒有飯 他沒有飯 他除了 咖哩 他咖哩只有料 對 然後他沒有 蟹肉棒 咖哩跟蟹肉棒 你吃的飯飯在那裡 你們兩個可以不要那麼吵啊 為什麼我要控制小朋友 還要控制來賓啊 我們兩個可以不要那麼吵嗎 對 伊莉幫我控告 那麼吵 右邊的是咖哩 咖哩 然後裡面 上面有蟹肉棒的 然後左邊那個是有蕃茄醬 有飯飯的 OK嗎 OK OK 好 那妳去投票 妳不能投 她多喝咖哩 好 謝謝 好 最後換菲菲來投了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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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啊 等一下 加油 我問妳 妳覺得兩個都 選擇最快到的那個就對了 兩個是不是都超好吃 對不對 兩個都讚讚讚嗎 菲菲菲醬嗎 兩個都很讚 菲菲菲醬 菲菲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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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兩個很慘 妳們兩個很慘耶 菲菲菲醬 好 兩個都很讚嗎 對 那但是會不會很難選 會有一點 但是我會選 我已經決定了 年輕決定了 有點難選但已經決定了 她迫不及到要往前衝 好 那妳去投票 欸 很會耶 到底是哪一個 妳不要笑 妳知不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啦 為什麼 為什麼 妳看我笑 徐小可 妳很Over耶 妳剛剛在那邊 妳剛剛有偷心的 妳在傾笑手 菲菲子趕快拿出來穿啦 我問一下菲菲 為什麼妳最後 妳剛剛不是走到那邊了嗎 那為什麼我又去那裡了 妳覺得她很可憐對不對 妳覺得她很可憐對不對 還是妳投錯了 我比較喜歡吃哪一個 那個為什麼 那個為什麼贏這個 因為那個番茄醬 就是羨慕很好吃 番茄醬怎麼了 很好吃 所以贏是番茄醬囉 妳喜歡番茄醬是不是 那裡面的飯飯好吃嗎 好吃 那我問妳 那如果沒有加番茄醬 妳會投哪一個 沒有加番茄醬 還是它 那咖哩的好吃嗎 嗯 也好吃 對 那為什麼沒有投它 因為她的最好吃 那個番茄醬 好可憐喔 謝謝番茄醬 妳今天去走動吧 好可愛的小朋友 好可憐喔 我原本以為今天真的是會一面倒 我覺得舒慘了 而且小酷妳太 妳太輕忽自己了耶 對啊 我跟妳說 妳真的太尖詐 下次要穿Po公圈 對 我下次要穿Po公圈 但我今天穿這樣 我都沒有跟他們互動 上次還有沒有 沒有還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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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是要把戰袍穿來的 但是我今天還滿意外 不相上下兩個都很好吃 但是我今天覺得最開心的是 許小可不但她們夫妻 兩集敗了加口口之後 她今天又保住她不敗地位 好不好 恭喜小可 謝謝殷懷 謝謝玉琳 謝謝 謝謝各位小朋友 就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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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節目 好緊張喔 好快喔